小鲜肉吐槽狗都不吃的饭 刘德华却在一边吃得津津有味 15年电影《狮孤》片场 午饭期间 众人排队领剧组合饭时 某位鲜肉演员却不乐意了 他把合饭扔到地上 还说这种饭菜不是人吃的 正当他准备大闹片场 让工作人员给他开小灶的时候 却发现一旁的刘德华 正爬了着合饭瞪着他 小鲜肉才闭上嘴 兴兴离开 刘德华默默吃完饭 再和小鲜肉对戏事也没有生气 迁怒于他 值得一提的是 刘德华的大度量和接地戏 在各大剧组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 当年公开事故主演选角事 网友和业内人士 包括国师张艺谋都不看好刘德华 只认一个有钱天王 演不了贫困农民 都在等着看刘德华的笑话 而面对飞翼 刘德华选择用实力和敬眼说谎 为了接近原型人物的肤色 刘德华跑到马来西洋 在高温下整整曝晒一个星期 还用错刀磨坏了自己的指甲 只为更还原农民辛勤劳作的双手 因为剧组提供的服装没有年代改 刘德华便拿出自己家里 用来纪念二十年前苦日子的旧衣服 在剧组一穿就是三个月 排到最后 连跟他对戏的警百人都受不了 捏着鼻子调侃 刘德华的男人味实在太重了 听到后 刘德华尴尬一笑 之后拍戏时 刘德华在街上张贴学人启事 网国的路人没有一个人 认出这是天王刘德华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个 全世界找儿子的农民父亲 足以看出刘德华 对自己形象的折磨有多恐怖 而最终 他的努力也没有白分 诗姑上映后票房大爆 刘德华也凭此片提名了金鸡影币 当时所有人都在惊叹刘德华的演技 夸赞他竟然能演得这么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 刘德华是零片酬出演诗姑 因为大家更爱看情情爱 所以题材冷闻的诗姑 并不被投资方看好 经常会陷入经济危机 还是刘德华自己出资 才让这部电影没有胎死腹中 当被记者问道 为什么要砸锅卖铁投资此电影时 刘德华只回答一句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打鬼 如此真实 这或许就是刘德华 为什么会一直火下去 从未他房一次的原因吧 在baby拍个苦喜 全剧组都要忙活半天时 一旁眼睛瞪得像铜锣的刘德华 会不会想到 某位连买五个MV的故人 10年 刘德华在线里大片《建党伟业》中 有幸和baby合作试验 蔡尔宇小凤仙 当时baby需要在车站台 与刘德华演一场分别的伤心大戏 只是baby的内心实在太过坚强了 无论怎么摆弄眼睛 眼泪也流不出来 不仅如此 杨颖在和刘德华对戏时多次笑场 弄得刘德华不知该跟着笑 还是替他哭 为了加快进度 刘德华只能站出来 仔细教导杨颖该怎么流出眼泪 只是杨颖 可能已经在之前的戏里流干了类 没办法 刘德华只能和导演合作 一起用眼药水帮杨颖入戏 这段哭戏才草草收场 虽不知道刘德华 对演技的三观有没有被震碎 但从他睁大双眼沉思的表情来看 他一定是想起了某位空中打电话的故人 2010年 刘德华参加综艺康熙来务 在小S的名嘴影响下 他不得已爆料了一段往事 天王刘德华还是太过善良 提摩为故人删去了最前的部分 或是刘德华吊着威亚 穿着大只老人衣服很重 飞下来要救他的时候 他突然拿起电话 喂 LV啊 要什么颜色 全部都要吧 五个颜色都要 他可以 在拍戏当中 他可以讲电话 气得 刘德华要死 刘德华也讲过 只不过刘德华没有开明 相比于空中购买了 贝贝低眼药水的操作 根本不算什么 或许这就是刘德华 将这位故人拉入黑名单 永不合作 却没有另眼相看扬眼的原因吧 而这位故人的真实身份 就是名阳娱乐圈的张柏志 刘德华能和这两位合作电影 也不知该说他幸运 还是夸他幸运 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一定是刘德华最愤怒的一次 在电影阿虎拍摄现场 好脾气的刘德华 一反常态见人就骂 吓得工作人员连话都不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让刘德华记恨到现在 原来事件的起因十分简单 当时刘德华剧烈运动 拍完一整天的打戏后累得不行 疲惫的他准备换下脏裤子休息一下 却没想到台下闪了几下两光 竟然有人在偷拍他 那在台上高 我就要脱肤 然后我就换腹了 突然间就有闪光灯 这可把李德华恶心坏了 由于台下全是泰国人 刘德华的翻译又不在 不懂多少泰语的刘德华 没法跟他们沟通 觉得发生什么大事的工作人员 连忙开始封锁整个现场 准备搜查现场所有人的相机 冷静下来的刘德华 看到工作人员十分粗暴地对待别人 其又窜了上 开始就见到工作人员很粗暴地跟 你们是谁 不知道说什么 一大圈 我想很猛 我问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人员 没人可以保护到现场的人 譬如一个演员换人服 他们没办法保护到 你还可以去怪人 便大后 有工作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刘德华在发脾气 便大声音的埋怨了一句 刘德华听后给他 这部阿虎是刘德华的第一百部电影 说实话 当时正处巅峰的他 多多少少有点飘飘人 所以才会发这么大脾气 而现在 经过多年的修养沉淀 已是影帝的刘德华早磨去了锋芒 其实他什么时候开始没了 就是从哪一天留的话 就不可以发火乱发脾气 我从那句话开始 就是发脾气是本能 不发脾气是本事 就我觉得 如果发脾气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他比钱还要 还重要 大概在多大年龄 修到了这个本事 我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 这次也是他最后一次 所发的脾气 人越老 修养越好 或许这就是刘德华 会一直哄下去的原因吧 我发脾气是因为 我发脾气是因为 我发脾气的原因 感谢观看